I just like 尋找你的未来 一神陈奕迅今年7月 在小巨蛋连唱7场 但这一张票并不好抢 不只是他 只要有演唱会 就会有黄牛出现 像这名男子 他就是职业黄牛 在住家附近被警方搜索 但这次不是要抓他卖什么票 而是有诈骗案件 其实这名嫌犯 他本来就是黄牛 会到处加价兜售黄牛票 但自从今年的文创法修法之后 黄牛的罚则大增 他决定转换跑道 直接改做诈骗 这名27岁的鸿信嫌犯 原本都是加价 约一成左右在卖黄牛票 一年就能赚进上百万元 而文创法在修法之后 他一样卖黄牛票 但收钱不出货 甚至连买过的回头客也被骗 至少60人受害 得出限量或低于市价的 演唱会门票 等卖家会款后 就人间蒸发时去联络 文创法修法 在今年6月2号开始生效 当中黄牛条款规定 加价贩售 会罚10到50倍的票券金额 且按照计算一张一罚 另外若用非法软体 大量抢票 处三年以下徒刑 并科300万以下罚金 再比较一般的诈欺罪 虽然可判五年以下 但被重判的是极少数 多达四成以上诈欺犯 只判六个月以下 刑事局警方 这回抓到的票券诈欺犯 只要有演唱会 就会有他们的踪击 光这五人就诈骗了近两百人 金额达数百万元 虽然文创法修法之后 有打在痛点 黄牛却没放弃改做诈骗 TVBS宣传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